国画精髓传后代 山水人物皆入化 千古会声传世界 承袭传统创新意 创作花样多姿态 宁神聚气化心境 传承国画亘古今 俗话说 知其然 不可不知其所以然 这部了解国画 还必须得了解国画的历史 要搞清楚它是如何产生 如何发展 发展顶峰又是什么时候 后来是否又有新发展 今天我将从国画的产生 发展顶峰这三个阶段 为大家介绍 让大家对它有一个 更为清晰的了解 起源 中国绘画的历史优局 可以追溯到 新石器时代的彩陶 和商代的甲骨文 那时以延壁画和陶画为主 早期绘画奠定了 后世中国画一线 为主要造型手段的基础 到了魏晶南北朝时期 既是社会大动乱时期 也是文化艺术大发展时期 随着域外文化和中原文化的 大碰撞带来的大融合 形成了以宗教题材为主的绘画 同时山水画和花鸟画也逐渐萌芽 在东中墓葬中出土 过最早的画作祈祷的女人和奎龙 以称龙凤式女徒 存世最早最完整的作品 是南北朝时期 顾凯之的女史真徒